1.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步骤2. 产生每个月的第二天以后的天数 再来的话就把礼拜六、礼拜天 变不同颜色,大概有三个步骤 1. 每个月的第一天 这个跟这个月 1月有了 2月的话那应该 但不是叫你说等于2015的2月1号 2. 打错了 2015 因为格式的关系 他带过来把它当成是什么 加1911,所以这个看起来年纪有点怪怪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自己输入 我要自动产生的话 那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可以用刚刚用过的e-day e-day呢,这个日期 相差 几个月呢 刚好相差一个月 1月1号跟2月1号 相差一个月 OK,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呢,我就把它向右填满 宽度不足 3月1号出现 为什么 因为呢,我一向右拉 我没有锁嘛 所以他向右拉的话呢 a会变成b 有没有 再向右拉 b会变成c b会变成c 所以一直都去 怎么啦 参考到前一个 储存格 加 一个月 那刚刚好 所以符合我们要的 所以我把它向右填满 好,第一个 用e-day 那后面的 这个是宽度不足吧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选取 这个范围之后 快点其中一条线 两下 自动就可以帮我怎么样 自动调整栏宽 那这个动作其实跟什么常用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格式 里面的叫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 这个功能一模一样 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比较快 选了没有 然后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样 选起来 在任何一条线上快点两下 这样子就要自动调栏宽 OK 自动调裂高也一样 只是说 变成是横 这个是纵向的 横向的裂 OK 稍微缩小一点点 1到 12月份 都可以看到 再来的话 第一个动作 产生每个月 用e-day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第二个动作呢 产生每个月的 第1月2号 1月1号跟1月2号相差几天呢 相差一天嘛 所以这一天 等于这一天怎么样 加1不就好了 打个勾 对 对1月2号 所以我可以向下 到1月31 OK了 为什么 因为他向下 自动要参照 他上一个初春格 有没有 所以他有点 一串的 我跟上面的比 相差一天嘛 然后呢 向右的话呢 当我可以拉到12月份 如果正常情况的话 应该 就OK 不过有 几个地方不太OK 哪个地方呢 在 2月28 因为他跟上面比 相差一天 刚好这3月份 不对啊 因为这边的话 那都是要2月的嘛 这边的话呢 也有5月 这边的话有7月 不对 还是要6月的 7月没有 9月有问题 这边有问题 OK所以 理论上这边有好几个是不对的 那怎么办呢 当然 我们要把它去除掉 否则的话 感觉怪怪的 OK那怎么办呢 当然 最快的方法 不是叫你用Delete Delete 等于 有点像 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希望 将来我换 有没有 我将来换一个 2019好了 他其实全部都会改 有没有 在这边也会改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希望 如果我向下 向右 那 他理论上 应该 可以帮我判断 如果说 产生的那个 上一个 储存格 跟我要 要产生的这个储存格的月份不一样的话 月份 所以我们可以 用函数 哪个函数可以 得到那个储存格的月份 曼时吗 OK 所以你可以用逻辑 if 他里面的上面的曼时跟下面的曼时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样 把它清空掉 OK 那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个逻辑要怎么样 看一下 第一个 我可以先不用A2加1 我可以 先插入一个 if 所以这边的话 逻辑 if什么呢 如果 曼时 用曼时这个函数 刮活 上面这个日期 A2 跟A2加1 两个 如果不一样的话 不一样是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曼时 A2再加一天 也就是说呢 A2 1月1号再加一天如果 的月份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怎么办 变成没有 反之的话呢 才正确的变A2加1 OK 不过可能有同学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改成等于 可以啊 如果改成等于的话 那这上下颠倒就好了 OK 刚刚那个叙述的 这个叫不等于 不过只是习惯问题 我习惯因为我主要是要强调是不等于的部分 如果 他的月份不相等的话 那就帮我清掉 反之的话呢 就是A2加1 所以我把它向下 然后在向右的话呢 你会发现 有没有清空这个 看一下 一幅曼斯 这边忘了加 加1 OK 加了一天之后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不要让他显示 反之的话呢 向右拉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228 3月1号 他月份不同 所以怎么 删掉了 但问题呢 另外有一个产生延伸的问题 哎 那 可是问你这个跟上面比 上面没有东西 所以 他用曼斯 抓一个空的进来 错误了 所以他跟你讲说 请value 意思说你给我的 那个资料是有错误 为什么 因为上面那个储存格是空的 空的你用曼斯 当然一定会出错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发生错误 如果我要把它清除的话 还记得吧 有一个函数 他叫做if air 所以把这公司不准备下来 这个好像在第 2次上课有提到 if air 逻辑里面if air 然后呢把它贴上 如果发生紧开头错误的话 一律变成没有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再向右填满 OK了 这个去掉了 这两个也去掉了 所以你如果把向右填满的话 理论上到12月 自动全部OK了 这样的话 我们一整年就完成了 那他的好处是 如果我今天输入的是 2019 他就2019 如果2020的话 因为他整个是联动的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他会 这边整个变了 这边底下呢 也全部跟着变了 对吧 OK 那也就一个完整的年历 就OK了 那不过呢 我希望 礼拜六 礼拜六 礼拜天 帮我换不同颜色 OK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 年历部分 他会有 两个地方要注意 2月1号到 12月1号 用1day 函数 底下的部分呢 用那个什么 用 A2加1 但是 会有 2月份 或者是 不不足31天那几个月 他会造成那个 底下的天数 月份跟上一个天数 那我把它删掉 我们用ifmonth 不等于什么 不相等的话 那我就清楚 最后再用ifal 把它过滤掉 这边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请大家合订 订阅